重達5.1公斤 重達5公斤的壽司米 上頭貼著民進黨立委候選人蔡培會的貼紙 來迎立委候選人有後的競選團隊 3號上午召開記者會 指控蔡培會陣營 將這些白米送給選民涉及會選 如果你覺得沒有問題的話 那應該就是直接大方的放出來 為什麼要先做遮掩 後面才做私下發放 收到這包米的時候 也進向了南投調查站這邊 來進行檢舉 並且也完成了筆錄 南投第二選區選情激戰 藍綠兩黨候選人日前才互控對方 涉及會選買票 蔡培會還曾到南投地檢署案例提告 郵浩及國民黨縣黨部主委 涉及違反選罷法以及誹謗 但郵浩團隊反批蔡培會團隊 在去年十月於中興新村 舉辦的一場活動上發放白米 才是涉及不法 今天應該是您要清楚的說明 請問這不是會選 什麼是會選 面對對手指控 蔡培會也出面回憶 那我必須要講 他們也讓中國介入選舉 讓這個縣府的記要秘書 也是對手 油耗陣營團隊的成員 帶隊去中國 高價低賣 這就涉及會選 檢調已經在調查了 我們要選出認真會做事的人 那針對這些不實的指控 我一定會提告 蔡培會團隊表示 白米是由慈善團體提供 轉贈給公益單位 發放給需要的民眾 為甘醇的公益資源媒合 並非競選活動 喊話對手有證據歡迎提告 讓檢調查清楚 三天新聞 吳慧雲南都報導